本节目由VQFLOG的模板店铺独家赞助播出 欢迎回到这期的VQFLOG 标准专场又更新了 这次一共给大家带来了10个新的模板 其中包含一套全新的分类 就是刚刚片头看到的那些光斑专场效果 当然这次不仅仅更新了这个 还补充和优化了一些原有的内容 那非要不得说 终于来速速详细看一下吧 首先第一个 之前有小伙伴提醒过 为什么标准专场里没有最普通的那种推移效果呢 就是这个样子的 好吧那是我疏忽了 所以这次我就把这个专场给补上了 那接下来是Luma名度专场 也是小伙伴提出的需求 现在它不光可以从暗部开始渐变 也能从亮部开始渐变了 我们只需要在右侧配置属性中选择 暗部优先或者是亮部优先就可以了 那然后这次还补充了两个Glitch故障效果 一个是这样的马赛克滑动故障效果 我们可以定义马赛克的数量密度 也可以选择它的滑动方向 另一个新增的是旧电视转场效果 那这两个效果都是Glitch故障效果的扩充 OK那到这里补充更新的转场就分享完了 接着我们来看这次更新的一个全新的分类 光斑转场 它在这次更新中一共包含了六个摸板 前三个效果是类似这样的光耀闪烁效果 它会闪动整个画面来实现转场 后面的三个则是这种光斑滑动转场效果 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使用场景来选择 那肯定会有老粉发现 很久之前我就分享过一期光斑转场啊 你这不就重复了吗 其实完全不一样 之前的模板我们是通过多轨道叠加一个 黑点的士兵素材来实现的 那这种转场我们得提前准备好 各式各样的素材文件就很麻烦 而这次更新的光斑转场 是直接使用原生的Fusion节点 没有任何的外挂素材 更有意思的是 我们现在还可以去微调光斑的效果和颜色 比如这个光斑转场 我们就可以改变它的角度 或者是光运的强度 也可以来微调它的光运颜色 或者是覆盖叠加的颜色等等 让它更符合当下的场景 而这种光斑转场也更容易扩充成 各式各样的全新转场给大家 总之有点多多 那最后我再补充一句 这次更新的内容和之前一样 都支持9比16标准竖屏模式 方便大家制作短视频的时候使用 OK那这就是这一周我做的东西了 希望能帮大家解决一丢丢的问题 节约一丢丢的时间 那模板我也已经同步更新到了 标准转场和合计当中 大家只需要重新下载 5个安装就可以了 好了那这一期虽然短 带更新的内容 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 不知道你们还记不喜欢呢 那如果你觉得这期不错的话 记得长按点赞 关注和订阅我的频道 经典丝画模板支持一波 那我们下期再见咯 Peace